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为您站在第一线 我是吴观龙 上周五的台北股市 收这个季的这个季线 也是收半年线跟月线 所以算是一个重要的上半年的收盘 那整个上半年 其实最近几周都连续到一个话题 就是美国到底降息与否 降快降慢 降多降少 让大家觉得说 稍微心情有些浮动与震荡 但是在此同时 你要关注的其实是 现在此时此刻 就是要迎接 就是下半年的开始 所以下半年到底有什么族群 有重要性 今天这一集要仔细看下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数据 全球智慧型手机的销量增 台厂供应链也持续受惠 左边这张图是全球智慧型手机的销量 可以看到说 这个根据研调机构的这个显示的结果是 从2021、2022到2023这三年算是 连续两年的下滑 研调机构预估 2024年的这个手机销量重回12亿支 然后从2023的谷底之后的 连续2024、2025都是呈现正向的销量成长 那这是第一个重点 因为是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好 那看到近期有个数据是在于说 中国大陆的618购物节也证明说 智慧型手机确实不一样 他特别强调说 618是大陆的一个销售期间 是一整年的这个 第21周到第24周的情况 可以看到这个图 跟去年相比其实很明显的增长 因为618期间 智慧型手机销量来到高达1310万支 平均售价上涨 那整个市场价值也高达86亿美元 今年销量前三名是苹果 小米跟荣耀 那么2024年618购物节 他整个中国的销量 跟去年相比 年增高达将近7% 那其中年增最多的是华为 因为他年增超过四成以上 所以因此看来 不管是全球智慧型手机 跟整个中国618的购物节 都证明智慧型手机 或是下半年的重头戏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到的是 上周五的台股 最后收盘的时候表现是23032 是一个特别的数字 上涨126点 当天的这个上涨%是0.55% 但是周K棒却是下跌221点 不过月K棒的表现却是很好 因为一整个月是大涨了1858点 并且是年五跟红K棒 连五红 那季勒上涨2737点 半年大涨5101点 这个数字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真的不错 那不错的情况下 在看到说在最后的时候 6月28号当天 强势领涨的族群是有玻璃陶� 保持生机医疗跟IC设计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族群就是机器人族群 那看到说弱势族群 则是有航运 橡胶与钢铁 那么在6月28号当天的时候 三大反的买卖超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在外资方面 它是有五卖转买 这一点可以打一个信号 因为五卖转买这点蛮重要的 在6月28号是买超88亿 投信则是四买转卖 不过仅仅小卖5.2亿 所以无商大雅 那么自营商则是油卖转买7亿 三大反的买超是90亿元 台股的这个收盘情况下 其实勉强啊 收在这个五日线的边边 其实是有成功 第二个重点在于说 卷支比 有跟大家提醒过 卷支比就是 融卷除以融资 所以当卷支比创低的时候 代表说暂时缺乏嘎空力道 因为你看到说 从五月上旬到现在 卷支比往下走的情况下 势必要做个改善 要把卷支比拉高 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融资要设法减少 那融卷要设法增加 所以说整个7月 最大的一个重点 除了说上涨有量之外 卷支比要设法做出嘎空力道 这一点就特别的重要哦 不过还是有好的一个消息 在于说贵买指数的表现是好的 因为你现在这个假日 看到节目的时候 你当然最关心就是 下半年的发展是如何 看到说在6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 贵马的日K棒却是创下高点 这等于是整个上半年的 最高点的一个作收 所以贵马有强度 并且收一根红棒 所以在中小股票 或是下半年的一个重点重头戏 这点要特别做留意了 好的 接下来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 瓶盖股续发光 来检视一下投信近期的买超股了 可以看到说举例股票有全新 大力光联发科华通跟采域 这些都是苹概股 那么全新是做光通讯元件 大力光是光学镜头镜片 联发科手机晶片相关 华通是印刷电路板 采域是CIS影像感测元件 近十天投信的买超 其实都是蛮正向的 全新买了6000多张 大力光因为股价比较高 买了将近1000张 联发科也是高价 买了1000多张 华通大买1万多张 那采域也买了500多张 那么这些股票都占上月线的天数 分别有这个8天到甚至到37天 等于说是一个呈现 是一个正向的发展 再来说营收方面表现也是好的 因为1月到5月累计营收呢 看到都是正向的 那年增率可以看到 至少是将近两成 甚至到高达8成 那平均的年看到 这些都有两成到四成不等 那个别股票 其实有它的一个题材性 像举例像大力光 美希外资看好它整个这个潜望式镜头 会持续这个受惠 从这个它本身来讲的规格的提升的情况下 这个未来啊 会这个全系列都会走潜望式镜头的发展 就是从iPhone这个Pro的全系列 那会带动什么的就是影像画素会上升 从1200万画素来调到4800万画素 那这一点的情况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在于说 接下来下一代也会持续这样子 也就是iPhone 16Pro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 售价也会因此调升 那调升售价情况下 那当然对于整个潜望式镜头的贡献度 也会因此向上发展 好 至于联发科的部分 下半年整个智慧型手机的需求是稳健的提升 因为看到说包含像618购物节的情况 很明显的看到说需求有所不同 因为无论是苹果阵营或非苹果阵营的手机 在促销活动的情况下 其实都呈现蛮好的一个销售量 整个市场这个打消对于整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些疑虑 那随着下半年呢 也会有高阶以及旗舰手机的上市 此举也会带动这整个这个买气的提升 财运本身来讲的话 它是台积电底下的这个小经济 那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随着这个iPhone的这个手机的规格的提升 所以未来这个双镜头仍然会是主流 接下来看到的是本周重要大事 本周重要大事 这个7月1号礼拜一 中国6月财新制造业PMI 以及美国6月ISM制造业PMI 日美法德英欧6月份标普制造业PMI 终止这点重要 那第二个礼拜二看到是美国5月份 JLTS职位空缺 这点也是蛮重要的 好的那7月3号关注的是6月份 美国ISM服务业PMI 以及6月ADP就业人数 还有就是FOMC公布会议纪要 并且再说礼拜四美国独立日美股修饰 还有就是礼拜五美国6月非农就业人数 跟美国6月失业率 所以整个本周是相当重要的数据蛮多的 看到这边你整个下半年的行情展望 也特别看到我们提醒到就是智慧型手机 苹果概念股对台股的影响 那在此如果持续喜欢我们节目的 欢迎做按赞订阅分享扫描QR Code的动作 并且在于说接下来的知名3C品牌 如何创造经济的产值 还有不说你不会知道 谁是咖啡共和国 想要知道这个看到这个图案 关心这个议题的请仔细锁定 礼拜天晚上9点的《瑞涵说财经》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超觉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LINE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钻线求证